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9月25日 拜仁格杀勿论 周六凌晨,德甲第六轮迎来头尾大战 届时升班马格雷特霍夫将坐镇主场迎接拜仁的挑战 说到头尾大战,顾名思义 肯定是双方有着较大的状态或实力上的差距 拜仁无论适从状态、实力等其他方面 完全是以压倒性优势占优 因此本轮南大王获胜毫无难度 届时M直播将会为各位奉上一场精彩好戏 格雷特霍夫士金纪德甲其中一只升班马 上赛季征战得以表现非常稳定 全季仅有六场失力是联赛中最少的 最终以亚军身份获得顶级联赛的机会 不过在休赛期 格雷特霍夫并没有太大引元动作来提升阵容实力 基本保留原班人马 班尼米、西哥达、夏华特、尼尔逊和阻利安 格连三位上纪总入球数上双的球员全部留队 从赛季来看 格雷特霍夫根本无法适应顶级联赛的强度 五轮战霸 勉强从比勒菲尔德身上偷得一个积分 其余比赛全部落败 最为关键的是 以上所述三位得分手目前还未有运动战入球 班尼米、西哥达获得二球进账 均来自12码 这也是为何球队频频碰壁的根本原因 此外 由于这支球队主要轮换还是一些年轻球员 所以后防线非常不稳定 在比赛中会出现一些难以让人理解的失误 因此目前全队士气也比较低迷 此番对阵败人 格雷特霍夫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退路 要知道后者是冠军级别的球队 刚在上轮七球血洗拨群 如今魔刀霍霍向朱扬 格雷特霍夫唯有寄托于尽可能进球 至乌获胜 还是想都不要想为好 阵容方面 前锋谢西 尼根干和罗宾 基亚等人因伤缺阵 半人心赛季状态红的发子 在三线作战的情况下 踢得顺风顺水 自得贾接木战战和木逊家伯以来 各项赛是好取惊人的六连胜 更过分的是期间几乎常常能够大比分获胜 总得失球比位34比3 这种强势表现足以让其他球队闻风丧胆 据数据统计显示 截止目前 新帅拿格斯曼接过半人叫边之后 五轮联赛路德四胜一和佳季 攻入20球的入球数追平了联赛球队新帅的记录 此外不得不提及脚风火热的罗拔利云杜夫斯基 波兰球星联赛至今以7球暂时领跑神射手榜 更加重要的是 他已经连续13场得贾主场获得进球 连续19场各项赛事代表半人进球 此子上一次没有取得进球还要追溯至8个月之前 足见他的个人状态有多出色 更为有力的是 南大王进攻并非依赖罗拔利云杜夫斯基一个人 莎智格纳比祖舒亚甘美智查姆梅斯亚拿和利来 悉尼等人均有亮眼发挥 正如不少网友这样称赞 错过了半人的比赛 就像错过了一场大鱼大肉的餐宴 一句到尾 半人目前连战连胜的势头 何时能告一段落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不会是本轮在升班马格雷特霍夫身上终止 阵容方面 中场惊势力 高文和哥伦天 杜利苏等人因伤缺阵 相关数据 一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